政府在上面在公共版的時候 裡面就會產生很多的共振的 像一個小洞一樣 那個跟地板一樣 就是被信義影響最大 所以各位要記住 就是地板跟牆壁 就是我剛剛講的就是一個共振的感覺 那除了我剛剛講 長方高的比例 我們用一個很簡單的工字 可以算出來以外 因為有些人大概前面沒有聽到 很多人在重複 因為有些人要看我下半段 那會有問題的 我就講 一定要注意三個 一個是共振的問題 我簡單譬如共振 可以用很簡單的方法算出來 一個公式 就是331加0.60 那如果你把這個公式 哇 沒關係 所以有一個數字你要記住 346 就是346 這是什麼意思 聲音在長溫耳术 每一秒 就是346分 所以你要家裡 如果你要看家裡 有沒有共振的問題 你就把這個數字記住 然後把你的長溫 算出來用公式算 乘以二 除出來會有幾個數字 然後你官也是一樣 用346 去算出來 然後就 高也是一樣 如果說這三個數字 有重複的 如果萬一三個都重複 那表示你家 那在那個比例 就會有很嚴重的數字 好 這個要重複 好 那如果說 每一組數字 應該算出來 153 有到4 算到150Hz 就好 因為150Hz 以上 對低頻啊 影響 我們對人的 都影響不大 所以幫我們低頻的動作 只算到150Hz 謝謝 謝謝